11月27日至28日,中国高校校报协会2017年年会继第二届中国高校传媒发展高端论坛在成都举行。 中国高校校报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韩景阳、教育部社科司出版处处长田靖成等出席会议。 来自全国400多家高校的700多名校报工作者参加会议。 深入探讨新时代中国高校校报的创新与坚持。 中国高校报协常务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张佐主持会议。 中国高校报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清华大学校报主编卢小斌, 就协会2016年度在全面推进脱钩工作试点、不断完善协会党建和改革完善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审机制等方面工作做了报告。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2016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颁奖仪式。 中国高校传媒发展高端论坛,是中国高校校报协会自2016年策划并开启的高端学术论坛。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中国高校校报的创新与坚守。 涵盖一个主题论坛和四个分论坛。 汇聚了媒体大咖和一批对校报有着深厚感情和深入思考的高校新闻宣传工作者, 共同探讨新时代高校校报的创新与坚持。